身处芬兰知识 新层健康之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1加1防疫身心灵 我是啾啾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3年5月5号 在我们认为全球新冠疫情 已经消失在我们大众视野的现在 新冠病毒Omicron的亚变种XBB.1.16 竟然悄悄的传入全球34个国家 那目前在英国有2.3%新增的个案为感染 叫大脚新变种 而且出现了5名患者死亡 这个大脚新变种早于在今年的2月份 就传入了英国 那最后传播到全国各个地方 英国卫生安全局UKHSA也表示说 已经出现了135宗的相关个案 而且除了东北地区以外 几乎英国所有地区都出现了这个变种个案 这波变种是否会引发新一波的疫情呢 而且这波感染出现了哪些症状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朋友还继续收看直播 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好的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属于个人推荐 大家都听说过神韵 那我们在节目中呢 有几位专家也提过神韵 神韵从第一场演出到今年已经有17年了 在全世界演出受到各个国家 不同族裔民众的热爱 每一年都会推出全新的原创创作 可是在哪里可以看到神韵17年作品的精华呢 神韵推出线上影音作品平台 叫做神韵作品 它有世界顶级的舞蹈 原创的音乐 歌剧 大师班 微电影 甚至包括幕后花絮 都可以在神韵作品中看到 那看过神韵演出的人 一定对于演出中带给人们充满视觉 心灵震撼的视听响宴 非常的难忘 那现在呢 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神韵作品呢 会员网原价每年是199美元 现在呢 是99美元 也就是半价的优惠 那这么优惠的机会呢 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会把会员网的网站连结 放到节目的下方 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我们都知道 身心灵的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 是病毒学专家 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 林小旭博士 哈喽大特令你好 邸总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 林博士我们最近看到了另外一个 所谓的关注变体 那也称为XBB.1.16 那好像我们感觉到 要跟新冠说再见了 但是竟然又出现这个 这个变种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它致病性强吗 嗯对 因为这个变种呢 其实最早的时候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在印度发现了 那很快到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被列为这个关注的这个变种了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发现这个变种呢 它实际上比之前流行的这个XBB.1.5 那时候也叫做Kraken变种对吧 我们记得好像有谈过这个变种 跟那个变种比起来了 它的传播力又更强了一点 这个感觉大家现在是不是有一点 一定程度上有点麻痹了 就这个Omicron变种出现以后一直说这个比这个Delta变种传播力更强 然后后来不同的这个Omicron的亚变种都在说它不断的变强 那么现在新出现了这个新的变种呢 叫做Arcturus 中文翻译过来叫像大脚星 这个Arcturus这个变种呢 是基于原来的这个Omicron变种上面又加强了它的传播力 那么它实际上当然另外一个命名呢 就是XBB.1.16 那个刚才说的这个Kraken变种是XBB.1.5 那它的传播力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你刚才提到了英国 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像美国 还有这个刚才提到印度啊新加坡啊 这些地方它都是一个快速上升的一个趋势 实际上在今年3月底到4月初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如果看这个全球的prevalence 全球的它的这个所占有率的这个比例来看 那这个也是从已经测序到的这个样品里面看的这个比例 就是根据这个基因数据库GISEN里面所收集到的数据库 在这个比例里面去看的话 实际上3月底到4月初的一个周里面的 原来呢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是倒退一个月前 可能全球的prevalence才这个0.42左右 但是到了这个4月初的时候就可以达到将近百分之4点多 这是全球范围的 那么印度据说现在有60%以上的这个测序到的这个新的病毒的这个变种的序列 都属于XBB.1.16 那据说它的上升的趋势是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刚才给大家展示这张图 它也是一个比较快的这个上升的这个曲线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XBB.1.16这个变种呢 跟这个Kraken病毒以及包括XBB.1.1 这个最初的这个变种去比较的话 这样的一个突变呢 是使得这个病毒可能更适合在这个细胞中的这个繁殖 那就整体上这个病毒的适应性更强 所以现在发现它的这个传播力就会变得就是比原来大家知道这个Kraken病毒 或者是Omicron最初的BA.1.5的传播力都要更增强 那么它的病毒是治病性的特长 其实治病性上跟很多的这个Omicron变种是差不太多的 那么这里面的症状就包括了就是你会出现这个Runny nose 就是流鼻涕 喉咙痛 发烧 然后呢身体的这个酸痛 还有的有的人会出现这个腹泻 疲劳等等 这些比较常见的Omicron的症状 但是也可以强调一下就是说 你如果失去嗅觉这种或者是味觉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的 就是说这个病毒它相对来说 可能入侵到你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少的 通过这个笔腔这个Factory这个渠道 进到脑部的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个感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Omicron变种普遍的一个特点 那另外呢 当然还有一些症状 还有一处就是说如果你进入到这个心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等等 那么也会出现这个呼吸的急促啊 这个你也会重症的话也会出现这个血氧的这个浓度降低 然后呢这个呼吸的这个有这个distress 这个呼吸急促啊等等 所以这些是属于相对重症的这个病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比如说当然还是要避免出现重症的情况 那目前的XV-1.1.1路也没有发现这个年龄状方面 这个出现重症的比例有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最初爆发在印度 所以相应的我们看到的这个人间报告的数据也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西方还是所以初期就是快速上升的这个阶段 那么在临床上我觉得还没有太多的这个观察 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总结的来说就是它的最特殊的一点 就是有一些医生观察到就是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个结膜炎 红炎的这个情况 但其他的症状并没有特别意外的 最近其实新闻上强调比较多的就是说根据CDC 以及FDA的这个要求有一些这个医生他们在写病人的死亡的证明的时候 那如果这个新冠病例是属于contributing factor 是属于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因素的话 他也把它变成死亡的原因 那这个问题最近在媒体上其实谈的比较多的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所有以后这个新冠病人的话 即使你住院了但是呢就算是死亡的病例 也应该我觉得应该要仔细区分 因为有很多人重症状是因为年纪比较大 或者自己免疫确实带来死亡 所以你有可能死亡的原因是其他的疾病带来的 未必是新冠变种特别是Omicron变种带来的死亡 因为他整体上致病是减弱的 但是现在这个CDC并没有改变他的这个推荐 所以有很多医生一旦是说这个人 虽然有很多很多这个其他的基础病也恶化了 但是一旦说他是这个新冠是阳性的 就说他是新冠死亡 所以这个做法我觉得也确实是不科学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在媒体上普遍反映出来了 那借这个机会呢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医生 我觉得应该还是回归到原来常规的做法 那你把这个新冠变成一个contributing factor 一个辅助的因素 而不是他死亡的决定性的因素 我觉得医生还是要仔细区分的 是那说到这其实到现在因为三年多了嘛 这个新冠疫情 我们对新冠其实有更多的了解 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现在也知道说这个症状 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但是似乎就是说这个新变种 对于药物的治疗的抵抗力越来越强 所以我想请教林博士 这个当前目前对于新冠的药物是否还有效果呢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家都特别关心的 就是说目前的治疗方案 对这个比如说XBB.1.16就变成还有没有作用 那么这里面就牵扎到目前比如说过去 他已经开发了很多丹克隆抗体 各种各样的组合 其实很多的也是针对这个基础蛋白的这些抗体的组合 大多数是丹克隆抗体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现在就发现对于这个XBB.1.16 这个在体外来看它的综合能力的话 基本上不起作用了 就是这些丹克隆抗体的治疗方案 可以说是赶不上病毒的这个发展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们这个医药公司花了那么大精力 可以开发了这么多丹克隆抗体 但是病毒一旦有效的这个突变以后 基本上就会让你这个丹克隆抗体失去作用 所以现在这些大公司所开发出来的这个就是像 Betaladimivet或者是Casarimivet或者就是Vmed这些药物 基本上对于这个XBB.1.16 包括其实对于XBB.1.5这些变种的话 基本上已经都失去了这个综合的作用 所以在这点上只有对于初期的BA.1 就是这些变种最初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综合的这个作用 但现在这个变种如果它越来越主导了 包括这个快看病毒BA.1.5占主导优势以后 其实这些丹克隆抗体的治疗也就基本不太起作用了 反映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是2021年底早期的被Omicron变种感染 你身体所得到的这些抗体的话 对于这些这个基础蛋白的这些抗体的话 它其实它的起到的综合作用基本上就没有用了 是这样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角度说 因为你之前被Omicron变种感染过 早期的这个Omicron变种感染过 你还有这些抗体是针对其他部分的 就病毒的其他的蛋白的 那这些抗体还是可能有起作用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不能说 你之前被感染过就没有作用 而是说你之前如果是比如说 用了这种丹克隆治疗的方法 或者是打了疫苗 因为疫苗也只是针对这个低毒蛋白的 所以那时候你说产生的抗体 很可能对现在的变种没有作用 但是之前被这个病毒感染过的人 可能有其他的抗体 对现在的变种还是起作用的 应该这么区分 那这样我们更了解这个新的变种 不过这样看起来 这个新变种变得更加 不知道是狡猾还是更加聪明 不过我们就从过去到现在 对于新冠的观察 因为自从Omicron之后 感染的民众症状 会看起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比较轻 而且比较耐受 那我们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担心这些新的变种再出现 新的变种出现 我觉得是无法避免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说虽然人们都觉得整个大流行pandemic 已经结束了 对吧 那个拜登也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 对吧 说这个4月10号 就说在美国的紧急状态已经结束了 但是这个病毒并不是像你说的 结束了 不回来了 对结束了 你宣告打败我了 我就撤退了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签个合约 对啊 很多情况下 就说它也会变成local的endemic 就说就像流感一样的 不断的来 那当然对于政府来说 就是它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政策上需要调整 对吧 那么当然这医药公司它会希望说 你以后我这个疫苗 像打流感疫苗一样 就每年都得打 反复的得打 觉得应该会走这样的趋势 但是我觉得目前其实我觉得这个新冠病毒 是一直给人类很多很多的这个惊喜惊吓 这个老在 他就说这有很多规律是人们已经不知道的嘛 所以包括你像西班牙打流感的时候 人们说啊来个三波也就过去了 但是过去三个年没有多少波对不对 所以根本就不是三波的问题 然后呢 这些变种它是怎么样更适应人群 而且传播更快 但是现在致命性没有增强 会不会在不同的器官上有时候会有去 就是针对不同器官它会有一定的增强性呢 对不对 因为它变来变去 所以有时候对比如说对这个嗅觉感染这个方面 就是说神经系统的这个感染它引起你这个嗅觉的这个善失 可能会更有效 那有的突变可能对你其他的这个炎症会更有效果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病毒的致命性它也在不断的调整了呀 所以你是很难把握现在这个病毒它的这个走向 在致命性的走向很难把握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这个极度蛋白的变化上 你可以大概知道它的这个传播力的变化 但对于致命性 其实人们在病毒上的了解是 这个机理上的了解是比较欠缺的 因为欠缺到跟免疫方面的这个反应嘛 所以就是这方面的理解是比较欠缺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很难判断说这个病毒以后走向这个问题 但总体的趋势当然是病毒的量 是在整个全球流行的量是减少的 所以感染人数是有减少的 但是时不时的就是说会有小地区的一定程度的 这个感染出来的增加 包括这个Akturus这个XB.1.1出现以后 在这个印度啊新加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有发现这个作用率也有所上升啊 这个Dead Occupancy是有所上升的 但是又不是特别明显 又不是特别多 所以就没有造成恐慌 也没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 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人们要关注它 但是呢还是并不需要恐慌 那么这个疾病会不会 他什么时候自己要决定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个病毒说了算 我觉得还不是人说了算 说到一个关键的点喔 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观察一下 但是其实已经不用像过去那样子 那么的紧张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病毒传播 我们再说回来中国 在中国大陆也有大量的网民 就表示他们再次感染出现了所谓恶阳的情况 而且有关于这个部分呢 在中国的专家张文宏他也称喔 说第二波疫情要为第二波疫情做准备 但是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喔 招来一篇质疑的声浪 我想请教林博士 他到底说了什么 然后这个再度的恶阳 这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中国的疫情又是怎么样的 可不可以请林博士 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张文宏最近是有说 他说中国人要担心二次感染 对吧恶阳 好几次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都不同的变种在中国流行 其实到那去也是一直有的 然后当然就是从去年这个10月底开始以后 这个高峰期 能不能觉得几乎这个中国人好像都感染一遍了 对不对 因为当时是彻底的这个180度的这个政策转弯 那么带来了大面积的中国人的感染 对吧医院的疾病等等 所以你就算自己打电话回去到国内去 你就发现百分之八九四的亲朋好友都被感染过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人们都扬过了 那么现在你把现在这个2023年算是第二波吗 我觉得也不好说 因为实际上二三月份的时候是四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中国有很多的地方的所谓的甲流的上升 其实人们普遍质疑 那个症状也是跟COVID非常接近的 那么政府也可能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把这个新冠感染所成的甲流了 所以当中国那么大面积的人在这个2022年底感染的时候 其实这个第二波的高分到来应该是非常快的 特别是当时二月份赶上这个春节期间的这个人流的高分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应该就应该是第二波了 现在你说再来的话应该很可能是第三波了 所以在这点上我不完全认同 但我们说现在只是第二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有些区别的 另外当我们说这个人们在第一波感染过以后 这个免疫力会减弱啊 所以你要特别提防 那么第一波未感染的人 在第二波有可能被感染吧 他说目前检测到的这个病例很多是属于第一波未被感染 第二波未被感染的 但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因素还是很多 还要仔细看 因为其实很多人感染过以后啊 毕竟你是被Omicron后期的这个变种被感染过了嘛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抗体这个有效性 对于现在的变种有效性 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而且这个记忆性的B细胞T细胞 你被重新激活以后呢 对于现在的变种来说 针对其他的病毒的这个蛋白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所以如果之前被感染过的人 我实际上反而觉得他们这个 相对的保护力还是好的 未必就是一定是 就是说更容易被感染 或者是更容易带来重症 我觉得未必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另外呢就是说 康复时间的长短 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被感染以后 他会有一个产新冠的过程 那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的免疫力会是减弱的 所以对这部分人来说 如何避免再次感染 倒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个事项 还是要谨慎吧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政府就是大部分情况下 还是把很多的这个新冠的病例 按照现在政府的需要把它列成 像甲牛家的这个病症 所以实际的这个流行的情况 我们在外面的人很难把握到 所以我觉得要特别小心 另外张文宏也提到了 他就是说这个病毒的变异 有可能突破了人体对 对抗前一波病毒所形成的免疫屏障 所以他就说这个第二波有可能形成高峰 那么呼吁人们要接种疫苗 但我觉得这里面争议很多一点 就是说国产的疫苗 这个国产的疫苗 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多的 包括这个在上一波疫情 就是这个2022年10月份到203年年初 这一段疫情中推出来的 这个中国所谓新的这个MRI疫苗 那个疫苗连二期令状事件都没有做完 然后只不过说是在就是 之前打过疫苗的这个人的基础上 你施加了这个新增加的这个疫苗 然后看起来有一定的减少重症的这个作用 但是这个疫苗本身它的这个安全性 它的单独施打这个疫苗的保护率 根本就没有这个数据 对中国的这个疫苗的这个 临床实验的问题是很多的 而且中国政府是从 基本上从来不正式公布 中国的国产疫苗的这个 严重副作用的这个数据的 就是进入市场以后的这个 对副作用的这个监测的数据 都没有很正式的在西方的这个打字上 发表过的 所以中国国产疫苗这个安全性问题 我觉得一直是持续的成为 我觉得焦虑的中心的 所以你现在这个当我们出来 要人们去打国产疫苗 你要人家打哪一种国产疫苗 他也没有说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很成问题 而且那个西方的这个二价疫苗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质疑 就是说即使是现在这个辉瑞等等 二价疫苗 对于新的这个变种的这个保护率 非常有限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现在这个SBV.1.5 包括现在SBV.1.6 你基本上现在已经有效的 丹克隆抗体的资料都不管用了 更何况你这些疫苗所刺激出来的这个抗体 基本上对它也没有什么综合作用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要推荐中国人去再打二次疫苗 而且你都没有讲清楚要打哪一种疫苗 作为一个医学家 你至少要告诉我哪一个疫苗是有效的 中国现在疫苗有多少种 对不对 然后这个有效的二价疫苗 你是国产的吗 还是要这个国外引进的 国外的疫苗有哪几种能够引进到国内 能让中国国内的大众能够接触到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就好像是帮助中国国产疫苗 让他们这个股价再上升一样 对不对 这个他这么一说 当然就是有一些疫苗公司的股价就会上涨了 因为老百姓又觉得又要打疫苗了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建议是有一点不负责任的 你怎么能说泛泛的告诉人们就打疫苗 你至少要告人家哪个疫苗是有效的 他也不敢说哪个疫苗是有效的 所以我觉得张文宏心里也是知道 中国哪个疫苗他都不敢推荐 那但是泛泛的这个来告诉你要打第二次疫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要打个折扣的 然后呢说这个感染风波 就说六个月以后会再来 我觉得实际上中国这个就是说过去几个月里面 其实一直有比较多的这个新冠的感染吧 我是觉得政府在这个政治方面把它变成假流 这个是一种比较可恶的做法 但是老百姓又拿不到实际的数据 而且呢像有一些政府内部的数据也很明确的要求 就是医院里面的数据要跟这个卫健委的这个大数据进行统一 那实际上就是告诉你医院里你要编的数据 配合 配合我这个大数据 配合我这个卫健委的大数据 那这里面就是使得这个医院系统的这个真实数据 有可能被删除了被改动了 所以这个是很头痛的情况 所以我越来越不知道中国哪些数据是值得相信的 是而且对未来的防疫可能也会增加一些难度 所以我觉得民众来讲对民众来讲 我们真的是要维护好我们自己的健康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努力 那针对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现在整个对于目前新变种 我们不用太过于恐慌也不用太着急 而且现在全球几乎都是没有口罩 所有的防疫政策其实都已经大概撤销了 那对于这个部分我们怎么预防新变种病毒 林博士你有没有新的一些更新 或者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或者是就像我们以前一直告诉大家 要提高免疫力呢 提高免疫力我觉得是一个全方位身心健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最近有提到这个whole health的概念 完整的身心的健康嘛 那这些做法里面其实包括 就是美国的医疗系统也越来越意识到 就是你身心灵的这个结合都需要提升 所以其实上包括这个精神健康 siritual health对于整个whole health的概念也越来越被重视 所以其实你现在打坐前世追溯的这个治疗方案等等 人们都发现它是对比如说对很多人来是起作用的 所以现在这个美国的劳兵部的话就实际上是认可 所以以后甚至保险公司也会覆盖这部分的费用的 那当然acupuncture这个症疚啊 还有其他的这个音乐治疗 艺术疗法等等 都有发现它起一定的作用的 甚至现在人们正在研究 就是那个equestrian的这个therapy 就是因为人跟动物的沟通 比如说特别是马 马的动物比较特别 就是如果你让这个病人跟马 学会一种信赖一种沟通的话 也会缓解它的这个精神的疾病 那这些整体上我觉得精神状况 其实跟免疫系统是非常非常密切相关的 所以呢如果你精神状态能够提升的话 那么对于你免疫的提升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觉得人们还是不要把身体 当作一个孤立的这个零件 就像上一次节目中我们提到的 这个分泌移植疗法等等这些东西 你都往往是把这个东西当作孤立的 就是说你想啊在肠道里面这个菌肉不健康 我就把这个东西换掉了 其实这个东西是其他身体不健康 所引起的最后最终的一个表现 所以你如果只是单一去看 是往往是不解决问题的 是所以说到这个医疗科学进步 我们真的不能忽略整体疗法 所以未来有机会我们还是请林博士 我们知道林博士是微生物学的专家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来听听林博士来谈谈 就是我们这些整体疗法 怎么来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林小区博士 我们带来详细的解析 好谢谢真正 谢谢观众朋友们 那我想呢其实最近我发现 大家对于新冠疫情已经到了 无奈转为冷漠的态度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对新冠疫情都很冷漠 大家都想远离新冠 但是因为目前出现的感染苗头 不太需要紧张 还是要多注意 关键还是要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才是真正预防的关键 未来节目中我们还是会期待更多的专家 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好的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 多多分享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健康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